哈喽各位嘉议员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11号的早上10点43分 今天的开盘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下跌 然后呢昨天晚上有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 今天早上好像有美联储官员说 大家不要对快速的降息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那这些话题会带来很多的讨论 很多的交易者会感到兴奋 或者会感到恐慌 今天这样子跌是不是美股要崩盘了或者怎么样 那么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的话 它就会给你带来情绪 你交易的就不是现在盘面上的价格行为 而是你根据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去交易 很容易让你的交易不够客观 有过多的主观因素在里面 这也是我今天录制这个视频的目的 然后大家看到我标注了这个蓝色的虚线 它是上周五9月6号的收盘价 也就是一个跳空缺口的地方 缺口是一个磁铁 这是为什么在价格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停止了日内交易然后打算录视频 第二个是因为任何时候 当你看到这样强势的上涨或者下跌 它是一种高潮行为 它是不可持续的 这样开盘非常强势的抛售是什么所引起的呢 根据经验来看 它一般是由于机构抛售股票所引起的 可能机构根据一些基本面的判断 它们要调整它们的资产配置 所以一开盘就出现这种连续的抛售 看不到任何的反弹 所以当这些机构抛完它们的股票 市场上的卖压就不存在 所以市场会出现止跌 至少是震荡 或者持续一到两个小时的横盘 或者向上的反弹 在去年的5月2号 其实出现过非常相似的行情 现在看到的是去年5月2号标普的 日内五分钟K线 这一天的抛售比今天一点也不差 开盘两个多小时 一直到11点35分 所以是24根或者25根K线里面 没有一根阳线 SPY这里有一个小阳线 但是我记得在纳指 还是在标普的期货里面 它连一根阳线都没有 就是开盘连续20多根 5分钟K线全都是阴线 但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市场就明显出现了 震荡的价格行为特征 然后一路反弹到了50%的位置 同样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今天发生 多头的目标位是哪里呢 他们很可能要测试这个突破点 或者是这个点 因为这里是一个震荡区间 可能很多人会在这个部分的下沿去买入做多 那么他们在这里就会成交 对于这些大资金来说 注意我说的是机构还有大资金 他们可以采用这样的策略 他们可以用比较大的止损 在逢低加仓 等到价格回测突破点的时候 他们的初始仓位可以打平离场 下面加仓的部分可以赚钱 有没有可能像去年5月2号这样子 发生一个大反转 出现了连续三根阳线 再下来发现低点抬高了 然后有第二次入场做多的机会的时候 这个地方去入场做多 胜率才会更高 有些人也会在前期的反弹的高点上 放一个tick 去挂一个buy stop入场去做反转 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走势 和我们说的5月2号这一天 其实非常的像 很大的概率会像我说的那样 反弹到前两天 这个震荡区间的低点 现在已经碰到了EMA20 这也是为什么 当早盘发生这样的暴跌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恐慌 我完全没有去想 要不要减仓我的股票的仓位 比如说像苹果 今天是高开的 本来我还挺高兴 然后一路下跌 但是我知道它不会持续太久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 这些机构早晨抛完 今天暂时就结束了 不是说它未来就不可能下跌 只不过今天暂时是这样 然后我的Snap长得非常好 我的Snap做了期权的策略 一个是短期的 其实非常的简单 暴跌下来 第一次尝试反转失败 第二次回来 形成双敌的时候 有好的信号K去做多 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看涨期权 然后长期的话 我卖了Snapchat的put 我卖了很多put 因为说实话 这个是送钱的机会 就是它在这个震荡区间 已经震荡了非常久 而且每次出完财报 它就会暴跌 跌到七块八块九块的地方 就开始涨 所以你等它跌到七八块的地方 你去卖一点put 或者买入一些正股去持有 它基本上是不会亏钱 这个完全是送钱的机会 其实今天早盘它就很强 大盘其他股票都在暴跌的时候 它没有跌 但是因为大盘的关系 所以它也没有涨得很厉害 但是你看现在大盘开始反弹了 它也开始爆发 OK市场到了这条蓝线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前面画的震荡区间的低点 然后就出现了回调 像我刚才讲的 大量的多头机构 他们在震荡区间的下沿 挂单做多 在这里成交 逢低加仓 回来的时候 第一笔打平离场 下面的部分赚 空头知不知道这一点呢 空头也知道 所以他们会在EMA20 他们会在回测 这个突破点的时候 挂单去做空 至少有一个scalp的利润 这就是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 因为最近有不少新观众 我刚才讲的这种策略 是机构在用 因为他们钱很多 从这个突破点到最低点 可能有30多个点的距离 如果你去做标普的ES期货 这段距离 每一手合约都是超过1500美金的浮亏 对于散户 交易者来说 这样去做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但是机构钱很多 他们可以每隔5个点 就加10手50手合约 对于他们来说 这点钱是毛毛雨 所以我讲这个的目的 不是让大家也去这样做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让你去 在这样强的下降趋势里面 做多赌他突破失败 然后再逢低加仓 我非常不推荐你们这样去做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事情 但是你要理解 市场上会有很多机构 会有很多大资金的交易者 他们会用这样的策略 那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跟大家讲 如何去做到理性的 客观的看待这个市场 El Brooks的视频课 第一个单元 我已经全部翻译完了 并且已经上传了中文字幕 7A和7B这两节课 是El Brooks给刚刚开始 交易生涯的交易者的一些建议 在7B里面 他就谈到了情绪 Emotions 他其中谈到 很多炒股的人都会讲 贪婪和恐慌的情绪 但是说实话 职业的交易员 他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 你听巴菲特讲 他讲的是 别人恐慌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慌 实际上在他的心中 并没有这样的情绪 因为职业交易员 他知道这个市场在做什么 他们不会让那些所谓的新闻 或者是什么东西 来影响自己对市场的判断 这也是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 希望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就是见多不怪 你在这个市场上 有很多经验的时候 你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行情 就像今天的行情一样 他一开盘 我看到这个 我就立刻找到了 去年5月2号的这个图 在我看来 他们就是一年之中 很普通的一天 虽然他的幅度大了一点 虽然他有这么多连续的阴线 尤其是像出现一些 事件新闻的时候 比如说昨天的总统辩论 交易者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 就像我视频可能开头讲的那样 总统辩论会产生什么影响 哈里斯好像现在支持率很高 民主党 如果民主党上台了 市场是不是会暴跌 这些东西说实话 对于你交易没有任何的帮助 去想这些事情 只会让你变得不客观 让你变得有情绪 作为交易员 只需要关注盘面上的价格行为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看到 很多人喜欢看新闻 看这个彭博或者是CNBC的新闻 然后当数据出来 或者当有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人 他在电视里面跟你讲 如果数据好 那么市场会怎么样 数据差 市场会怎么样 包括有人会讲 民主党上台以后 他有什么政策 可能会对股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想说 我不是要去嘲讽他们 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赚钱养家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他真的懂交易 他真的知道 这个数据 新闻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的话 他应该手里捧着一台电脑 一边讲解 一边自己做操作 然后说你看 这个数据怎么样 所以我做多了 我赚了多少钱 再说一次 我不是想去嘲讽他们 我只是说 如果你把注意力 放在这些东西上面 他对你的赚钱 没有任何的帮助 总结一下 对于我们来说 更加重要的是 市场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正当区间的上沿 不要去做多 日K线级别连续四根阴线 其中这两根是非常强的大阴线 至少会有第二段下跌 开盘连续两根趋势K线 其中一根体积特别大 特别强势的时候 很可能在一开盘就形成一个趋势 强下降趋势之中的下影线 或者是一个上涨趋势之中的上影线 强下降趋势之中的下影线 它只是一次空头的止盈 所引起的反弹 不是做多信号 它是always insured 你可以说风险太大了 我不想冒这么大的止损去做 可以不做没问题 但是不要去做多 然后抛售高潮不可持续 如果你能够理解 这是机构在开盘 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 如果你能够总结很多很多 日内的总是和规律 一眼就看出它和哪些时候 非常类似的话 这时候交易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而不是去凑热闹 新闻怎么样 政治怎么样 全球经济怎么样 这些东西讨论半天 最后都没有结果的 不会帮助你在交易上面 赚到任何的钱 以上就是今天想讲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周末的直播再见 应该还是老时间 这周日也就是9月15号 美东时间的早晨10点 对于亚洲来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钟 这周直播的内容是 我们怎么把早盘交易的这些策略 这些概率统计运用到像比特币这样 24小时都在交易的品种 尽管比特币是24小时交易 但是它和 但是它和美国的股指期货 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如果只看它在美盘时段的行情 也就是美东时间早晨9点半到下午4点15分 只看这一段行情 忽略亚盘欧盘等其他时间 它其实和股指期货一样 它有缺口 它有很多早盘的规律 这个是我们这周会讲的话题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视频或者直播再见 祝大家交易顺利 拜拜 by bwd6